哟 客索 欢迎来到华森匠的频道 今天跟着华森匠来到大阪的福岛区 来看一个新建一户建 那么先看到的是可视化的明镜和信箱 这里是一个近身非常深的车库 一户建一定要必备一个大车库了 那么我们再进去看一看吧 一进来呢 整个玄关还是很方正的 现在天色有点晚了啊 所以灯光稍微有一点点暗 但是呢 温馨的暖光灯下 整个家还是比较敞亮的 经典的凹字形鞋柜 可以随意调节高度的隔板 还可以放一个装睡花 非常大的全身镜呢 出门之前确认美不美丽 那么进来再看呢 整体的石木地板我都非常的喜欢 一楼部分呢 往里面走 可以作为一个多功能士 或者当一个临时客房也挺不错的 这边呢 有这样子拉的小床 这个设计呢 还挺好的 安全性也是特别棒 那么这边墙呢 还挺可爱的 可能房主最开始想要把它做成儿童房吧 再往里面走呢 就是一个大衣柜了 这个顶呢 稍微有一点点形状奇怪 但是因为上面是楼梯 这边呢 还有一个小地窖 可以储存一些不太常用的东西 巧用每一处的收纳空间 真是心思非常到位了 再往外面走呢 下面我们去二楼看一看吧 那么一上来呢 二楼我们会先看到一个卫生间 这个卫生间呢 还是挺大的 温水做便 还有一个带有盲纹设计的中央控制面板 这里是放置卫生纸的地方 这里挂一条擦手的毛巾 还有小窗户 换气不用愁 下面我们来卫浴空间看一看了 首先呢 我们先看到的是一个小地窖 哇 好多小地窖呀 这样收纳一定会非常的方便 这里面呢 也是可以放置一些不常用的东西 下面呢 我们再来看到的是一个新式的带有LED灯的镜柜 这是可以调节灯的装置 这个水溶头呢 也是可以随意拉伸出来 哪里都能清洁的到 底下的收纳空间呢 也是非常的到位 特别的多 这边呢 就是一放置室内洗机的地方了 旁边还有一个非常实用的收纳 高度也是可以随意调节的 那么这边呢 就是浴室干燥机的设置了 多种功能都在这个小小的控制面板上可以得到实现 再往里面走呢 就是我们的浴室了 大浴缸可以躺着泡澡 不要太爽了 隔温板呢 可以保证你的洗澡水会变凉 这边还有个小窗户可以保证充分的 喷气通风 浴室不会潮湿了 再往这边走呢 我们就到了一个仓客一体 带有开放式厨房的客厅了 这边呢 也是有一个可爱的地下收纳 每一处空间真的是发挥的淋漓尽致了 那么这边呢 我们先看这个大洗碗池 这边可以调节原水和净水 还有水柱的形状 而且这个水龙头也是可以随意拉伸的 哪里都能清洁得到 再看这个大橱柜啊 收纳空间特别的多 这里还可以挂着毛巾 人性化的细节设计 每一处都很到位 那么接下来呢 这边还设置了 解放你老公双手的洗碗机 是不是特别的nice 这边呢 就是经典的三口水炉灶 可以方便拆洗 底下呢 当然是一个造下烤箱咯 控制面板呢 都在底下进行调节 非常的安全 而且不会沾染到油污 那么这边呢 华森将都帮你设计好了 就按这个设计方式来走 一起布置你的温馨小家吧 下面我们再一起去三楼看一看吧 那么到了三楼呢 可以看到楼梯这边有扶手 特别的保障安全 进来这个卧室呢 这面墙真是相当可爱了 配色很小清新 可以作为你家宝宝的儿童房来使用 多个小窗 通风换气不用愁 这边还有一个大衣柜哦 还是挺深的 而且高度也足够可以使用的 上面还有隔板 使用起来非常方便 这边呢 就是三楼的第二间卧室了 这间卧室呢 这个椅子呀 是要一会摆到我们这两个屋子最惊喜的地方的 这边呢 也是有特别大的一个双开门的打衣柜了 那么下面呢 就跟着华森将一起到这个大阳台来看一看吧 今天的天气呢 是要下雨的 下雨还给大家拍房子 你们可一定要好好看下来哦 这边呢 就是晾衣服的地方 大阳台可以看到是相当大的 最后我们来看看露台吧 穿过这个玻璃门呢 就到了这间房子最精彩的地方了 它有一个非常大的空中露台哦 在这里晒晒太阳 吃吃烤肉 喝喝茶 休息时间好好利用起来 将生活的每一天都过得非常有趣吧 这里吹吹风 感觉应该还蛮舒服的 继续跟着我的镜头走过来呢 这个环绕式的大露台就是长这个样子的 天气好的时候这里一定会非常漂亮 那么今天的看房视频呢 就到这里结束了 不知道你喜不喜欢这一套未有学区的新建一户建呢 下次我们再见吧